事發第三天清晨 36歲沈先生在臉書發文報平安 不少親友才知道 他搭上了408次太魯閣事故列車 從台北回台東掃墓 沈先生的座位在第八車廂 這場事故造成他寬骨斷裂 當下身上沾滿自己和別人的血 耳邊不斷傳來淒厲的尖叫和哭喊聲 短短幾秒鐘卻向盡力一輩子 地區消防局你好 請問地點在哪裡 是大清水嗎 事故第一時間報案紀錄曝光 第一位報案的是第七節車廂乘客 9點31分開始 陸續就電話進線 報案表示線上有火車事故發生 但是經由9點35分 經由110轉報 我們確認位置之後 才知道是大清水 狀況來的實在太突然 強大撞擊力使得第八車第七車嚴重擠壓毀損 第三車到第八車卡在隧道內 只有第一和第二車在隧道外 也因為列車撞上隧道內壁 現場只有一條軌道 兩側空間和內壁相當接近帶來嚴重傷亡 部分車廂卡在隧道內 加上撞擊後列車領區變形增加救援困難 這裡空氣非常髒 救浪人員在小小黑暗的隧道內受到局限 連救援設備也受到限制 在密閉空間裡面 你用引擎室的話 你排出來的廢棄 就會造成裡面的救援人員會更不舒服 還有患者也會更加的不舒服 還有加上車廂的寬度的話 其實他身上的寬度大概只有一個人 甚至是兩個人都沒辦法並肩行走 所以我們在後面 我們在做患者後送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費盡很多的力氣這樣 搬運一個患者大概是四個人 但通常我們就到後面 就是因為為了要走得比較順 大概就是兩個人搬運 那大概都是花兩倍的時間跟體驗這樣 特蘇團隊進入隧道後 墨灰挺進各節車廂救援 其中七到八節車廂充滿濕塊和人體組織 只能用觸感和氣味來辨別 內部可能有油氣 然後有血腥的味道 然後有一些肉 大體 人體組織的味道這樣 那就是讓空氣變得比較穩 你給我們有一個呼吸 來給我們先救出去 然後還有注意一些尖銳物品 因為很多地方我們看不到 因為照明的問題 那有可能會被破片給割傷這樣 危機重重 傷亡人數又多 當下什麼都不能想 救人擺第一 此外 搜救大隊提醒民眾 許多隧道事故都和環境因素有關 萬一伴隨火災時 記得先冷靜觀察氣流方向 才能替自己找生機 關鍵逃生才能化險為避 面對各種驚險事故 救難人員站上第一線全力以赴 他們 他們冒著生命的生命 他們的使命令人肅然起敬 他們的使命令人肅然起敬 繼續殺害這道餐